烧鸡 酱肉 李高堂 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蒸菜 油茶 羊骨汤 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法 燕菜 海参 涮牛肚 真的是菜如其名吗 洛阳深夜大食堂 想一探奥妙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南 欢迎您来到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由五粮夜特约播出 那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会去到河南洛阳去逛夜市 这洛阳老城的几条老街啊 那是小吃的汇集之地 地道的不翻汤 水席 翻滚茶 姜面条等等 都特别的美味 那此外说到夜宵呢 洛阳人啊 有句俗话 叫早喝汤 晚烧烤 那这洛阳的烧烤有哪些讲究呢 还有哪些听名字也猜不出来的美食呢 比如说像牡丹燕菜 它到底是什么菜呢 那这洛阳的海参又是什么海参呢 好 赶紧来看看 洛阳作为我国的十三朝古都 这里的老城老街近有几百年的历史 他们在灯光辉映下 彰显了今日洛阳的新兴向荣 那夜色里的古城百姓们 又如何萧下避暑呢 跟着八三哥吃洛阳 逛夜市在洛阳就是萧暑的地方 就是我们洛阳老城这边 像这个民主街 青年宫 十字街 还有西大街都是我们洛阳美食的集中地 走 跟着八三哥一起吃洛阳了 走 八三哥大名王树伟 土生土长的洛阳人 是洛阳著名的美食达人 深得洛阳夜市奇味 晚上八点多 八三哥先带记者来到了 位于老城去的民主街 烧鸡还有啊 老板 做来鱼 调料味道不好可以不咬 这家烧鸡店就在民主街的街口 开店时间已经超过四十年 金黄的烧鸡皮光油亮表皮松脆 看 这就是我们洛阳的鱼树园烧鸡 来看 好酥 好嫩哪 对 关键特别香 因为老子好味道好 即使过了饭点也还有人排着队满 这洛阳有名的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对 您是买了多少年了 在这 我从小都买到现在 从小买到现在 我今年五十多 在洛阳买烧鸡 只要不是送人 老板都会帮你撕好 可以直接吃了 肉口特别特别香 特别香就是鲤骨很香 关键是就是越嚼越香 就在烧鸡店旁边 还有家鱼季蒸菜 洛阳人爱吃蒸菜 可以说是无菜不蒸 菜洗净之后拌成面蒸熟的 蒸熟的 这个咱们是洛阳当地老吃的 蒸菜在洛阳一般是作为小菜 就着粥吃的品种多 再拌上辣椒 蒜汁 格外开胃 大的这种绿叶子的 就是红薯叶 然后这种就是我们洛阳话的麻子菜 我这个是放了蒜汁和辣椒的 这个闻起来都特别特别的香 特别诱人 这这个蒜香味和辣椒这个香味是刚刚好 洛阳民主家的小菜众多 满街都是腌蒜 腊鱼 酱豆干等下饭菜 八三哥说这还只是垫垫肚子 接下来还有硬货呢 难道就是这家酱肉铺子吗 来 老板给我来一个卷饼 好 可以 不是吃酱肉吗 怎么又成卷饼呢 他这个酱肉呀就特别有意思 他们家酱肉是这个用饼卷起来 就是拿着非常方便楼上煮着吃的那种感觉 这家店的老板非常任性下午四点才会开门 卖完就收摊 今天我们运气不错吃到了最后一份酱肉 这里边是有菜有肉的是吧 放到有这个黄瓜和这个酱肉 就是还原了猪肉的香味 但是吃的又是特别特别软烂 肉的香味有了 但是它又你吃到蔬菜的时候 你都会能把这个肉给忽略掉 我现在这个蔬菜是硬的 但是这个肉是太软嫩了你知道吧 民主街有许多老字号老口味 而八三哥说下一站要带我们去另一条更热闹的十字街 洛阳老城十字街160米长 一到夜晚就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这里摆满了各种当地外地的风味小吃摊 什么果子油茶 不翻汤 烧烤鱿鱼 炒凉粉 无论是鸡鸭鱼肉还是饮料小吃都各有风味 八三哥说在这些好东西里绝对要特别注意两样洛阳特有的美味 在我右手边这两个蒜牛肚和水席啊 真的就我们洛阳的特别大的大特色了 你像他这个二十四道菜 然后上菜的时候汤汤水水特别多 而且上一道脆道上一道脆道就行云流水 所以叫水席 八三哥口中的牛肚和水席都是洛阳一绝 可牛肚外加二十四道菜的水席肯定是吃不下呀 八三哥说没问题可以吃吃牛肚 再试试水席中的两道经典大菜 牡丹燕菜和洛阳海参 其实洛阳是内陆地区它根本是不产海参 但是我们洛阳海参啊 有我们洛阳海参的特点 这个就是你只有尝到手你才能知道 哇 那玩意儿太好吃了知道吧 洛阳燕菜啊 很多人吃完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包括海参 是什么呀 这个不能跟你说知道吧 回头我们去吃了以后 等我们去吃了以后你就知道那什么东西了 牡丹燕菜和洛阳海参到底是什么呢 八三哥还卖了个关子 那面对如此多的美食 我们是先吃水席还是先吃牛肚呢 洛阳这个牛肚呀 它都是这种小薄薄的片 然后我们在我们洛阳还有一家 他们家那个辣椒 还有他们家那个上面放上 加上一些大料的那个小浑香呀 那七七年的口感 哇 想一想就特别想吃 走了 哟 说起涮牛肚 八三哥都流口水了 那就先去涮牛肚吧 哇 没想到都晚上九点了 青年公边上的宋元牛肚店还这么热闹 销下的人们三五一桌 围着个砂锅牛肚吃的是不亦乐乎啊 从他店开始我来这吃 从店开始你来这吃 吃了几十年 我都来这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他一天不知道 知道都开始喝点来 一星期都再来两回 特别是味道最好吃了 而且还是实惠 你不热吗吃的 但是感觉好 不觉得这热 匆匆赶来的八三哥 点了一份经典涮牛肚 牛肚一定要用汤汁先滚上一滚 才更加入味 浓香的汤味 精致的牛肚小串 让人垂涎欲滴 不过八三哥说 洛阳牛肚要想吃的美 可是有技巧的 首先是调料 像我来就是比较喜欢吃这个 纯辣椒这个料点 看来没 就是一定要清牢漫气 牢下的这个真正的辣椒 你知道吗 这个吃起来会特别惯意 纯辣椒的这个料点 这个蘸起来这个肉呀 真的是超级无敌的棒呀 说说我就想流口水 不爱吃辣的朋友 可以配麻将 一旦调料就位 就要注意技巧二了 吃之前呀 首先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要吃什么的时候 你就把它转上来 一定要把它转上来 就像你吃牛肚 你把它转到上面 然后你要吃豆腐的话 你把它转到上面 但千万不要 从它下面去拿 它就容易就是把它给 你看 看没 就没有了 哦 调料 抽签都有说到 那技巧三呢 然后你一定要这样吃 看没 这是技术活 技巧 一定要技术的 不能把它都搂下来 然后搂到前面 然后再料到时候 一定要这样 把它辣椒裹在上面 然后这个 让这个油 好像辣椒充分的 和这个 这个牛肚 融合到一起 然后这样 一口搂知道吗 千万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吃 一定要一口搂 就这样 看着啊 一口搂 嗯 这个辣椒这个 大辣椒的香味 再配上牛肚的这个 牛肉的香味 还有这个汤椰的香味 哇 这个简直就是 太爽 蘸料 撸串 一起合成 八三哥 不愧是资深吃货 而这家店的生意 如此好 全靠老板的三绝 牛肚好 汤味浓 调料香 那这三绝 是怎么做到的呢 记者来到后处 看见老板宋大姐 正忙着配锅呢 八点才没有吊糖 八点开始吊糖 对对对 那我们要看着 这八点来呗 可以可以 明年过来可以 离开涮牛肚 还不到十一点 八三哥一鼓作气 要奔赴水席老店 为我们揭开 艳菜和海参的秘密 西大街 也是洛阳老城 一处极热闹的所在 这条街 洛阳水席的名海 随处可见 那这么多家 该吃哪个呢 我们今天找的这家呢 就是我们洛阳的 这个司马水席 他们家做的水席 就非常有特点 一定要去看一看 洛阳水席的第一道菜 为什么是牡丹燕菜 洛阳海参 到底是什么东西 走 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没想到晚上十一点 水席楼里 还有这么多客人 八三哥直接点了 牡丹燕菜和洛阳海参 一上来 竟然这么一趟盆 在我面前的这两道菜 就是我们洛阳水席里边 两道重头菜 这道就是我们洛阳燕菜 这道就是我们洛阳的海参 这才是洛阳燕菜的精髓 你看是不是 像粉丝的感觉 这东西其他就是一个 你天天在厨厨上看都不太看一样的东西 打萝卜 原来传说在武则天时期 民间上供了一根 欲是祥瑞的大白萝卜 厨师们把它切成丝 配以鲜味汤汁 女皇之后赞不绝口 因为这道菜 外观酷似燕窝就自名为燕菜 成了洛阳水席的头道名菜 1973年 这道菜还曾经被周总理称之为牡丹燕菜 它里边是有这个胡椒和醋 就是大辣和大酸 所以说吃起来会特别特别的爽口 发现这个味道就真的特别开胃 特别开胃 吃起来特别爽 特别像观光夜市 然后吃一碗这个 浑身很通畅的感觉 八三哥说 牡丹燕菜虽是萝卜丝所做 却吃不出一丁点萝卜味 这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还没来得及问 八三哥就对洛阳海参下手了 这一条条形似海参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一般的现在的新师傅们都做不了 只能去请一些 特别年龄大的老师傅们 才能去做这个海参 在我们洛阳还有个名字叫 甲海参 原来甲海参的主菜是粉条 可粉条又怎能做出海参的样子呢 这个吃到嘴里边 会很 就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感觉 就是咬起来还有一点粉条的筋道劲 它这个必须要选那种很好的那种红薯粉条 洛阳水席24道菜八凉十六热 除了燕菜海参还有甜汤蔻 肉碗奶汤肥肠等等 有酸辣有香辣汤汤水水不断可谓倒倒有讲究 虽然食材看似简单 却极其考验厨师的功夫 为什么燕菜吃不出萝卜味 为什么甲海参年轻师傅做不了 我们决定第二天再看究竟 第二天一早八点 我们如约先来到宋园涮牛肚 牛肚刚好送过来 很新鲜 很干净 这就是脏了八斤的 好牛肚 最伤痛的牛肚 看着眼色 看着眼色 眼色就是新鲜的 发黄的发黑的 都是外底的牛肚 宋大家的牛肚是商家专攻的 每天至少要用几十斤 煮牛肚 水要慢过牛肚表面 而他家的牛肚好吃的诀窍 就是要单熬一锅汤 这是早上在牛肉店 卖的新鲜骨头 人家有拿锯把它锯掉 骨心又处理好处一点 牛肚用纱布袋装好 可以拦住血沫 然后宋大姐再用十几种调味料 配好汤锅的底料 装成料包开煮 看起来这流程好像并不复杂 宋大姐说麻烦得在后头 大火滚开后的牛肚 需要不停地翻才行 翻它能翻晕 翻晕 对 翻晕 要不它是上面伸下别出 翻牛肚可是个体力活 每十分钟就要翻一次 夏日温度近四十摄氏度 而锅边则有五十到六十摄氏度 宋大姐就这样翻牛肚翻了几十年 如今这种苦活 我总算是可以交给儿子了 当时我妈教我的时候 也是不是特别喜欢干这个 感觉特别累 特别热 然后时间长了 妈妈天天在这也翻来翻去 觉得也挺辛苦的 然后我就慢慢地也开始 帮妈妈开始干这个 宋大姐五十出头 现在他们全家都在这个店上 儿子儿媳每天接妈妈的班 在店里忙活 宋大姐就负责看摊 保证牛肚的老味道 为了让这锅涮牛肚更有滋味 连装肚的砂锅都是很老的 两个多小时后 牛肚煮好了 直接拉条 切片 弄成指甲盖大小的肚片 就可以穿串了 穿好的牛肚三十串 一把十元钱 上桌前 宋大姐还要二次加料 下的都是独家秘方 然后浇汤 放牛肚 这才可以上桌 香香的牛肚配上炸的香香的辣椒油 真是人间美味 牛肚的秘密揭开了 还有燕菜和海参的疑问没有解决 记者再次来到司马水席 年轻的大厨正在做牡丹燕菜 萝卜丝靠的是刀工 切的是又圆又细 而切完的萝卜丝要反复地用水淘洗 它只做萝卜气 越淘越明 越淘越明 就要把萝卜气给淘掉 对 原来燕菜吃不出萝卜味的原因在这儿呢 当然这还不算完 淘好晾干的萝卜丝 要用绿豆干粉拌匀 然后上锅蒸 十几分钟后 晶莹剔透的萝卜丝 就可以出锅备用了 而店主说 燕菜好不好吃 关键都在汤上 他家的汤都是一早用猪棒骨和鸡架大火熬煮出来的 料好酷啊 那它必须在棒骨煮啊 每天鸡子煎棒骨啊 先用水把火腿笋丝等配料擦好 装盘备用 铺上蛋饼丝 再用熬好的高汤 加入胡椒粉 醋 就可以装盘上桌了 水溪的头盗大菜 就是大酸大辣 极为开胃的牡丹燕菜 比较着想 海参做起来可麻烦多了 先是红薯粉略煮一下 再还有硬心的时候 就捞出来剁碎 海参身上的刺儿 就是这粉条的样子了 粉条加上木耳 肉末等配料 用面粉拌成糊状 就可以挤海参了 诶 可年轻的大师傅实在不熟练 挤出来的海参不太像呢 司马店主说 看来这挤海参的绝活 只能请他们家老爷子出马了 您高兽了 八十啊 这是我父亲啊 您这个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做水席 让我从手游水开始做水席 老爷子说他做水席做了六十年 挤海参的活完全凭经验和手感 老爷子说当年他练挤海参用了大半年 而现在的年轻人很少在这上面下功夫了 有的店都是用刀切出来的 更没有了海参的感觉 夹海参挤好后也是上锅蒸 要拌个多小时后才算真好 同样放入骨汤和胡椒醋 又一道水席大菜就算做成了 大蒜大辣的燕菜和海参在水席头两道上来 可以刺激食欲胃口大开 夜幕降临 落一股成华等初上 诗风词乐吟唱着这里几千年的历史文明 而河洛大鼓 玉剧 驼骨等表演 也在老城里讲述了绵延不绝的河洛故事 这方水土支撑洛阳百姓繁衍生息 所以巴三哥说 洛阳老百姓年节喜庆都离不开的一道菜 我们一定要去试试 那就是扣碗 在洛阳逛夜市 洛阳扣碗必须要来一份 洛阳的这个条子肉 还有这个方块肉都非常不错 他们吃这个肉 一定要用一个特殊工具 然后什么样的特殊工具 都跟着巴三哥一起来看看吧 巴三哥点菜 自然是最具洛阳特色的扣碗肉了 这两大碗肉要用什么特殊工具呢 吃我们洛阳这个又烘又烂的扣 如果用筷子显得没有高级感 然后我有我的特殊武器 看到没 我这个西瓜 这个西瓜 可以直接把它这个肉吸起来 看 原来洛阳扣碗条子肉 讲究的就是一个软烂 可以用西瓜吸着吃 这肉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店主正在里边忙活 他说 肉一定要选五花三层 又非又少才合适 先用热水煮四十分钟 肉八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在肉皮上涂抹老抽上色 再下油锅烧制 此时的肉皮变得酥脆 但关键的是必须马上用冷水泡一下 泡一下它那个肉的表面烧出来 那个起泡泡 一是好吃 二是个感觉好看一点 就是为了让那个肉皮起泡 起泡呢 用凉水积一下 凉水积一下 果然冷水泡过的肉皮上起了一层小泡 十分漂亮 然后就可以把肉切成厚厚的片 据说这才是经典的扣碗肉厚度 厚一点都吃出来以前那个柑橘 您说出肉的那个 酥爽那个感觉 切好了肉 皮向下装碗 放好配料 再浇上酱油等调料 就可以上锅蒸了 不过店主说 真正的扣碗肉一定要四进四出 就是四进蒸锅 四出晾凉 交错进行 才能让肉彻底软辣 而最后出锅后的一扣 变成了扣碗的油栏 软辣至极的肉 咸鲜的味道 可谓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八三哥又是肉又是磨 真的有点烟 还是赶紧找个有吃有喝的地方吧 在洛阳一俗话 就是早喝汤晚烧烤 在我们洛阳吃夜市 就必须要说到这个马婆村 马婆村烧烤一条街 就非常的棒 在这儿不光能吃肉 还能喝汤 马婆村是洛阳著名的烧烤圣地 每当夜色降临 十几家店铺就灯火通明 吸引了洛阳市众多钱来吃烧烤的人们 除了正常的牛肉串 羊肉串 烤鱼更是有鲜鱼 黑鱼鲤鱼很多种 很快八三哥点的烧烤西数登场 哟 还有一锅汤 真是不负洛阳汤都的名声 在我们马婆吃烧烤 有个规矩就是先喝汤再吃肉 因为这个就是比较养生的一个方法 知道吧 马婆的羊汤可是用羊骨头熬出来的 后厨的老板正在掰羊骨头 为什么不用刀剁呢 一剁它肉就熟了 一剁肉就熟了 因为你只能熟掉它的骨头 这样拉开 带着骨髓 带着骨髓 对 这样慢 这样酸锅 羊骨头原来就是一整条羊的脊椎骨 从脖子到羊尾 而这些骨头是店主一早就用几十斤的羊骨头 清洗熬煮出来的 煮肉和汤的途中要经过撇血末 翻骨头 加料等等许多道工序 才成就了这一锅纯羊汤和羊骨头 已经掰好的羊骨头配上葱姜等配料就可以上桌了 而此时 那个特别会吃的巴三哥 当然要挑羊骨头中最好吃的部分了 今天我点的锅就是什么都有羊脖子 羊骨头 还有这个羊尾 这是羊尾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 因为它比较肥一点 吃起来那种感觉超级赞啊 关键它这个上面还有一层那个口口的油 你知道吗 吃起来嘴里边 特别的香 很快巴三哥的一条羊尾巴就看完了 它马上又像烤串下手了 这个是梅条鸡 像梅条鸡才是真的梅条鸡 吃起来 脚就像脚皮筋一样 但这个找的感觉非常好 梅条鸡刚刚吃过 巴三哥又一手抓饼 一手家鱼 大有绝不言气的架势 肖下的夜晚 巴三哥又在汤族饭饱中度过了 而这样的夜市也正是古城洛阳最有魅力的地方啊 好的那看完了节目呢 我们就要给出今天的消费主张了 本期消费主张板块是由 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的 养生库本健康人生无限级 那在洛阳啊 想要品尝不翻汤 烩菜等等传统美食呢 建议您啊 可以去十字街 义永街 西宫小街等等 小吃街去逛逛 那珠江路也是啊 是洛阳知名的小龙虾一条街 那在这条街上呢 有很多的小龙虾火锅店 那么号这口的朋友啊 可以去看一看 龙翔商业街呢 是位于洛阳理工学院后面的 那是大学生们的美食天堂 也是寻找青春回忆的好地方 可甜可咸可争可争可煎 看一只果如何七十二遍 朝人爱河一桌大雁 深夜余粥蹲着吃饭 看善徒人怎样吃掉一头牛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中国夜市全攻略 风情万种味在善头 这绝大多数人呢 一提到广东汕头啊 都会对这座滨海城市 所深藏的美食海鲜和小吃 是津津乐道 垂涎三尺 那在很多人的眼中呢 这汕头就等于美食 那对于一个真正的吃货来说呀 也无法逃脱汕头美食的诱惑 一成一味道 感受汕头这座城市的魅力 真的是需要从美食开始的 那下期节目呢 我们就带您去汕头 我们逛夜市品美食 欢迎您到时收看 好了朋友们 那今天的消费主张就是这样了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感谢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